日本武器出口突飞猛进 印度门风相邀却为何遭遇冷遇 可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陪跑的 USR订单箭在弦上 苍龙腰镖接踵而至 印日不断加强军贸合作的背后 是否并有玄机 潜艇属于是基本上相当于秘密武器 非铁杆盟友是不能卖的 美印军演移试日本海 神秘成员的到来 又将为该海域带来怎样的名争暗斗 你是军事的这种演习 那就你的这种 就是自卫队的进攻能力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莫迪询报奥巴马 两人频繁秀恩爱的背后 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也是印度长期做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他嘴上说的跟行动是两回事 今日茶厂 特邀军事专家李克风 曹卫东 为您深度解读 印度近期频繁示好美日的 幕后玄机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2014年4月1号 安倍政府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武器出口禁令 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这意味着在安倍政府带领下的日本 正在突破以往武器出口的限制 买出军事大国化的实质性力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试图不断在武器出口方面 寻求突破的日本 竟然在面对印度潜艇竞标邀请的时候 一反常态的没有表明态度 那么日本在面临绝佳机会的时候 为什么望而却步 印度又为何突然打起了日本潜艇的主意 双方变换莫测的态度背后 究竟暗藏着哪些神机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4年4月 日本政府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用于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 这一举措 无意为日本武器出口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有分析认为 打开武器出口闸门的日本一开始可能会有所顾忌 会低调行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自去年4月武器出口协议放宽以来 日本在武器出口方面可谓是突飞猛进 从开始向澳大利亚出口潜艇技术 到云国研发战机导弹 紧接着再向印度出口水路两栖飞机 日本的武器出口清单迅速拉长 外界很快看到了一个打着和平主义旗号的国家 在越来越不加掩饰的魔权擦掌 有媒体指出 日本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 无疑加剧了其彻底突破武器三原则的过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日情却在今年3月底的一次会议上 起几番的消退了 原来 在3月30日当天 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访问了日本 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出对日本潜艇极大的兴趣 提出让日本的苍龙级潜艇参与印度新一轮的潜艇竞标计划 据了解 该项目又被称为P75I计划 一再引进6艘装有AIP系统的常规动力潜艇 总价高达81亿美元 这对日本而言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上都具有诱惑力 但面对印度的热情邀请 日本方面却表现得极为冷战 估计没有在会晤上正式讨论这个话题 甚至到今天也未对此事表明态度 我们说到近些年来 安倍政府一直想方设法的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 那么按理来说 这次印度的军贸邀请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但是我们发现日本的反应相对比较冷淡 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日本是非常精明的 因为他知道印度这次购买潜艇 它有很多的选项 比如说包括原来的俄罗斯 包括德国 那么现在实际上选择了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从印度来讲 它的潜艇最开始是从俄罗斯 前苏联买的击落机有十艘 虽然比较老了 但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一直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他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要把生产线开到我们印度去 要在印度建造 就是印度需要的这种常规潜艇 那么从日本的军工的 或者是说它这个常规潜艇出口的项目 跟这些国家比 它没有优势 跟俄罗斯比 它没有传统优势 跟德国比 它也没有这种人家生产时间历史悠久的优势 那么跟法国比 法国可以把这个生产线拿到印度去 在印度生产 而这个仓龙机潜艇 是日本最新型的常规动力潜艇 而且是最大的 他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放到印度去 可能把自己的技术全都转让给印度 所以他综合比较之后 可能认为自己可能就是一个陪跑的 在这个竞争里面 可能就是印度拿来增加讨价还价 筹码的这么一个棋子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看到 印度它的选项非常多 同时日本的顾虑也很多 您觉得仓龙出口到印度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不是很大了 当然印度是个多变的国家 尤其在军贸上 反复多变 那都是有时候一年老好几回的 但是从这两个国家做军贸 非常不对等的 就在于 印度是采购武器的老手 航家离手了 它的全世界范围内打交道 没有人对它设门槛的情况下 它是这方面的航家 日本正好相反 日本是战败国 从二战以后 对外出口武器 那是凤毛麟角的事情 和外国的合作 也主要是和那种美国这种强国霸权合作 所以在军贸谈判的时候 一个特别精明的印度人 和一个笨拙的日本的谈判者 在一块特别别扭 他们谈过一次水上飞机 但是印度的自己的关于引进的政策 还有补偿贸易的要求 对日本来说 都是很头大的一件事 所以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军贸 在具体条件上是要拉很多巨的 而且由于印度老买 对于比如说有很多微妙的东西 因为军售利益特别大 买家的利益特别大 这个就是作为双方 如果这个体制稍微有不同的话 就极难达成这种交易 所以这事还不能急于下结论 那么就在外界对于日本的最终决定 猜测不断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一家媒体的一篇文章 也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2015年4月11日 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 日本不太可能参加印度潜艇的竞标的报道称 日本在第二次与印度合作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因为日本想在接手新订单之前 敲定向印度出口15至18架左右的 US-2水陆两栖飞机的最终订单 据了解 US-2是由日本新鸣和公司 与工业诸事会社联合制造的水陆两栖飞机 在原来US-1A的基础上 经过全面的升级改造之后 装备于日本海上自飞队 与前一型相比 US-2不仅提高了飞行性能 在飞行高度上更是原来的两倍之多 达到了6100米 飞行速度与最大航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水上滑跑起飞距离却整整缩短了38% 由735米减少到了460米 而自从日本政府2011年 批准日本飞机制造商竞标印度海军的全球信息征询书之后 两国首脑就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 日本的飞机制造公司更是紧抓机遇 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 提供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补偿计划 并考虑与印度中小企业院校合作 甚至考虑出口部分技术 并将飞机的锁装放在印度进行 对此美国媒体指出 日本之所以对印度引进苍龙一事略显冷淡 正是因为US-2水陆两栖飞机的最终订单 才是日本军方的当务之席 因为一旦该交易达成 将是日本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48年来 首次对外出口转为民用的军事装备 我们看到面对印度的军贸邀请 可以说日本还未表态的时候 美国就鲜声夺人给了一个特别的答案 那么看起来日本好像很谨慎 那么事实是真的日本谨慎 还是美国在提醒他需要谨慎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件事情上 它是一定要顾及到美国的看法或者舆论的 因为舱重机的潜艇虽然是日本建造的 但它上面有很多的武器装备 包括通讯设施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 包括它的这种鱼叉的反舰导弹 这都是美国卖到公司生产的 那么如果它出口这款武器装备的话 如果出口出去 对日本当然是可以获利的扩大影响 使它的武器装备出口的门槛门落就打开了 但是这上毕竟有美国的很多重要装备 那么美国是不是允许 美国是什么态度 是不是允许它把这样的潜艇 或者是这么高性能的潜艇 出售给印度这样的国家 它必须要看美国的态度 所以美国的态度对日本出口潜艇一定是有影响的 它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本国的利益 以及印度的需求 因为在这场竞争中 它是好几个对手 而且其他几个对手的优势 应该说比日本还强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是需要推敲的 就是美国所声称的 日本向印度出售USR水度两极飞机 和答应印度的潜艇的竞标之间 真的会有矛盾吗 不是矛盾 应该说是关联 就假如说这两个国家第一笔订单做得顺 那么第二笔订单就应该顺 这是个通常的道理 那么在第一笔订单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补偿贸易 印度的要求 补偿贸易这件事 作为飞机来说 几架飞机的补偿贸易量不大 但是潜艇就不同了 潜艇你不可能只定一搜 你一下就是批量的 而且价值的话上百亿美元 那么如果在中间切出30%的补偿贸易来说 日本得进印度多少货 这个买卖就不好谈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潜艇和飞机 且截然不同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潜艇属于是基本上相当于秘密武器 非铁杆盟友是不能卖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杀手 它在水下 美国人自己也怕这玩意儿 所以说一旦说日本和比如说印度 能在飞机上做点交易 水上飞机上做点交易 那个不是个主要武器系统 但是潜艇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第一笔贸易 我估计一定是有很多地方 就是印度的要求让日本觉得就是很为难 所以说苍龙出口到印度 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 而除了日本的阻力之外 印度内部也是质疑胜疑点 自印度向日本发出潜艇竞标邀请以来 不仅令国际主流媒体大感意外 印度海军将领和潜艇专家 就苍龙机潜艇能否满足印度海军的要求 也是意见不一 甚至有分析认为 苍龙机潜艇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 注定不会被印度军方接受 原来就在3月30日 印度官方求购苍龙机潜艇的意愿 传回印度国内之后 迅速引起了轩然大落 印度官员首先表达了担忧 称在他们看来 日本的苍龙机潜艇 很有可能无法发射本国制造的导弹 据了解 印度潜艇目前所用的导弹 多为俄制俱乐部反舰导弹 这与苍龙发射的美制鱼叉反舰导弹 存在着较大差异 由此不能看出 印度官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除此之外 印度某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又揭露了苍龙的另外一个作品 称苍龙不仅存在 无法发射本国导弹的风险 其设计寿命对于印度来说 也存在缺陷 仅仅有20年 比起一般潜艇 25至35年的使用寿命 明显处于劣势 据此 有分析认为 尽管苍龙机潜艇 能搭载更多的武器 而且比市面上 其他同类潜艇 声音更小 形成更远 价格也相对更加合理 但是苍龙机潜艇 也因其自身独有的特点 导致其无法成为 印度海军的最佳选择 我们说武器装备 在进行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具体三处 不匹配的话 应该说对于金方来讲 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 现在印度就出现了 同样的问题 那么因此 如果从日本引进苍龙的话 这也让印度非常的担忧 但是李老师您觉得 这样的一种担忧实际存在吗 当然印度 实际上最引以自豪的 就是和俄罗斯合作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因为这个是印度对自主的研制的道路上 一个非常显著的突破 但是如果说新的引进的潜艇的发射装置 不适合复杂的导弹的话 那么对印度来说就很难受 这是等于是一个杀手锏 无法在新装备上使用 那么就说明印度海军对于潜艇这个东西 说白了没有玩转 因为首先我们要理解潜艇不是船 它不是说漂在水面上 在二维的状态下运动的 它是一个像笨重的小飞机 它在水下是三维状态 它就是如果一旦操作不好 哪怕你一个动作差几秒钟 它就可能就扎下去 或者就失衡了 所以它对潜艇兵的纪律素质 对于潜艇的条令的执行 都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作为出售一方 你就有义务为印度培训潜艇人员 那么你想上一代是俄国 那么印度潜艇部队的 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官 都是跟俄国一对一对口交出来的 那么你让这些人再去适应日语的 那一套的说明书 或者是什么技术手册 那基本上就等于让他们重新上一遍大学了 印度现在已经是有两个国家的潜艇了 一个是俄罗斯的击洛级 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209型 那么现在它还在考虑法国的鱿鱼级的潜艇 如果加上日本的舱空级潜艇 就是四种潜艇 四种潜艇不可能用通用的导弹 通用的鱼雷 这个在人员的培训上 装备的维修上 弹药的补充上 都成为问题 全世界很多主要潜艇制造国 在这个原理上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通用化程度非常差 如果说印度不是还有雄心壮志 要和俄国联合生产超音速的反舰弹吗 那么这是印度一个明星武器 如果它不能兼容在日本潜艇的发射装置上 对吧 你看俄国潜艇 它一般来说 它有650的 有533的 当然原来还有400多毫米的 它有不同的直径的发射管 那么作为日本来说 没那么大的装备线 所以说贸然的让印度潜艇部队换装日本的潜艇 我觉得潜艇部队本身都很难接受 我们说不光是苍龙在搭载印度导弹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 同时它的寿命也并不是它的优势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项会不会成为苍龙出口到印度的两块短板 这个必须考虑进去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潜艇更换是非常快的 它到16年马上就退役 所以它比其他国家的潜艇使用的周期要快得多 日本都是使用最新型的潜艇 最新技术的潜艇 这个跟它的国家的实际情况 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情况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印度完全或者是大部分的装备要靠进口 那么这需要外汇当然是使用的周期越长 时间越长 这个对它越有利 如果要是日本这样用的话 那印度也买不起 所以常规潜艇的寿命显然是印度是否购买潜艇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要素 所以印度必须在引进常规潜艇的时候 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而这两个要素对印度引进常规潜艇来说 显然是不利的因素 而且我们看到除此之外 可以说此次印度军购项目的细节随着它不断的曝光 我们也发现 如果说这次日本的苍龙参与到这次竞标当中的话 那么同台和他竞争的其他的武器装备 能力也是不可小觑 庞大的军备采购计划 是印度实现其主导印度洋战略雄心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随着其新一轮潜艇采购细节的逐渐披露 外界吃惊的发现 在众多竞标者中 不乏印度的老主顾 不仅有为印度早期潜艇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的德国 还有与印度进行了多项军工合作的俄罗斯 而如果印度官方有意让苍龙突出重围 其麻烦还不止于此 老主顾群雄逐鹿 印度强势暴冷 新旧交替之下 究竟鹿死谁手 有的买卖可能根本就谈不成 但是这个形势还是要走 印度海军再添新成人 抹香精能否应对苍龙的挑战 那就相当于你这个是一个土狗 那个是一个狮子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日本武器出口突飞猛进 印度门风相邀 却为何遭遇冷遇 可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陪跑的 US-2订单箭在弦上 苍龙腰标接踵而至 印日不断加强军贸合作的背后 是否并有玄机 潜艇属于是 基本上相当于秘密武器 非铁杆盟友是不能卖的 美印军演 遗失日本海 神秘成员的到来 又将为该海域带来 怎样的名争暗斗 你是军事的这种演习 那就你的这种 就是自卫队的进攻能力 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莫迪询报奥巴马 两人频繁秀恩爱的背后 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也是印度长期做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他嘴上说的跟行动是两回事 沙场推出 一厢情愿的美日印同盟正在播出 印度此次P75I潜艇竞标项目细节披露之后 其众多曾经的老主顾浮出了水面 不仅有俄罗斯携带阿姆尔强势参与 还有德法等国带领其主力潜艇相继登场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却突然爆出个冷门 向日本的苍龙级潜艇也发出了竞标邀请 突然之间抛弃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印度究竟打的是什么牌 苍龙级潜艇面对众多竞标对手 又是否会有获胜的可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外媒报道 参与此次印度P75I项目的外国竞标者 还有法国D7NS公司的鱿鱼级潜艇 德国的214型潜艇 西班牙纳凡迪亚公司的S80级潜艇 以及俄罗斯的阿姆尔潜艇 其中法国的鱿鱼级潜艇 已经获得了印度的高度认可 在之前的一次潜艇竞标中脱颖而出 其中首艇已于今年4月6日下水 预计2016年编入印度海军序列 有分析认为 鱿鱼级潜艇在印度新一轮的竞标计划中 仍然具有明显优势 不仅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印度海军的认可 还因为法国在此项军贸中 可以向印度转移部分计刷 而第一艘鱿鱼级潜艇 就是在印度梦买的船厂下水的 对此 有印度海军官员称 虽然苍龙级潜艇更安静 负载更大 但印度对是否购买大排水量潜艇 仍不确定 更重要的是 根据印度最新规定 海外造船厂在军售中 必须向印度国内造船厂转移技术 但日本似乎并不想分享他们的技术 我们看到在这次禁调的队伍当中 不乏印度的很多老搭档 而且很多国家都曾经多次和印度合作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还是向日本发出了邀请 我们怎么去理解印度的做法 我觉得他才从几方面考虑 就是政治的因素 外交的因素 军事的因素 经济的因素 那么我们注意到 就是有的买卖 可能根本就谈不成 但是这个形式还是要走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需求 因为印度它在购买武器装备上 比许多国家都有优势 就是你看 它既可以从美国买武器 也可以从俄罗斯买武器 也可以从 甚至是像 这个日本这样的 就是几乎不能出 武器装备的国家 去发出这个邀请 这是印度的一个优势 其实印度在发出这种邀请的时候 我认为它在考虑了几个因素 就是说政治的因素 因为它是一个南亚的大国 而日本是个东北亚的国家 它跟日本这样的联合 或者是说联系 从军事上的这种加强 显然是就两国的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非常好 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种军事的合作 或者是说军构能够有效的或者是平稳的走下去 不然的话 两个关系不好的话 马上一个国家一翻脸 这个合同就无法执行了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给俄罗斯造的西北风机的两栖攻击舰 那么一制裁俄罗斯 马上法国就不给它了 所以印度它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 那么我认为它是在借助就是日本舱龙机潜艇的这件事 也许印度根本就没有心思去买它的这个舱龙机潜艇 但是我要做出这种姿态 我希望通过这种姿态来加强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那就是政治经济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合同或者是邀请 实际的意义倒是低于真正它做完这笔合同的这个效果 所以可能其中会有一些做秀的成分 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面对印度曾经的那些老主顾 那么日本的舱龙有没有胜算呢 实际上舱龙和印度的这个需求比呢 它的优势并不大 因为如果说这个国家只有常规潜艇 那么它舱龙就比较厉害了 它在常规艇里边它是排水量最大的嘛 但是呢 印度是另外的一回事 印度是一方面的从俄罗斯 它能租借到这个核潜艇 这个核潜艇呢 比舱龙可大一倍的 它是九千吨的攻击型的 它的威力远远大于这个餐龙 所以呢 印度要常规艇 它实际上是一个应急的替代订单 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国产化计划呀 什么迁敌者呀什么的 都比较没谱 还拖延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紧急的采购 因为印度的对于潜艇的数量呢 要求比较多 印度的这个地形啊 它是一个就是深入海里面 它是个三角形 那它就等于有两个海岸 那么最多的时候印度有21艘潜艇 那么现在呢 只有十几艘 而且还有一些不能动的 所以印度对于这个数量和质量的平衡呢 当然它希望在自己的自主的这个什么迁敌者 没有到的时候 就拿不到的时候 它要紧急的进口一点应急的 可是呢 如果说苍龙放在和俄罗斯的 比如说971 那个比的话 那就远远不占优势了 那就相当于你这个是一个土狗 那个是一个狮子 所以印度现在能租到这个新型的 而且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在比如说一些工艺上 像高强度钢啊 什么的 那么日本肯定按照印度的要求 也没法满足它 比如说印度要求转让一部分技术 那么这是日本的这个命门 是它的独家的砝码 这个潜艇能潜夺深 它的这个不可探测性 跟这个钢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是极端保密的 世界各国都是保密的 我们说到目前为止 印度能否引进苍龙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 印度海军的出现了一个新的举措 也让苍龙的进口显得可有可无 2015年3月25日 有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已经决定租赁给印度第二艘核潜艇 改艇可能是抹香金号 或者是查克拉吉系列中的另外一艘核潜艇 事实上 自2014年12月 印度就向外透露了租借第二艘 查克拉吉攻击核潜艇的可能性 当时印度国防部长帕利卡尔表示 国防部正在考虑两个方案 延长猎豹号核潜艇的租期 或者是租借一艘新的 971型抹香金号攻击核潜艇 有分析人士指出 该潜艇将在阿姆尔造船厂进行改造 潜艇的升级和测试 以及印度艇员的培训 将耗费三年的时间 预计将于2018年交付给印度海军 而该潜艇的交付时间 无疑早于P75I潜艇 采购项项目的交付时期 而且该型核潜艇无论在水下航速 还是在自持力上 都远超日本的苍龙级潜艇 对此有评论认为 随着印度第二艘核潜艇的入役 大大弱化了苍龙潜艇 在性能上优势 而且接下来 印度还可以继续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再吃巨资购买日本苍龙级潜艇 就似乎显得多死一举了 在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可以说 印度已经将租赁第二艘核潜艇 提上了一时日程 因此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那么如果说租赁核潜艇 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既省钱 同时又能够很好的完成 它的战略任务的双赢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就没有必要再吃巨资 引进苍龙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曹老师您怎么看 印度它首先海洋战略 是一个东进西出南下的战略 所谓东进就是东进太平洋 西出就是大西洋 南下就是南印度洋 那么只有这样 印度才能把印度洋控制起来 那么它这么一个庞大的计划 必须拥有航母编队 这样的作战的舰艇 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这种战略 而你要航母编队出去的话 仅仅靠常规潜艇 它是不能胜任的 因为常规潜艇 一个是自持力比较短 还有一个就是跟航母 这样大型编队的时候 它在水下 如果航行的速度 它跟不上水面舰艇的 这些大型水面舰艇的速度 所以它不能够跟航母编队 形成一个很好的作战体系 而只有攻击性的核潜艇 在这样的编队中 才能胜任这样的角色 所以印度必须 无论是租界还是自己建造 它必须拥有核潜艇 才能完成自己海军的这样的战略 才能完成印度 控制印度洋 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企图 所以核潜艇的地位 是无法取代的 而常规潜艇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范畴 也就是说 它要用侦察监视 还有就是跟水面舰艇的这种配合 来反潜反舰的作战 包括它自己的这种军港或者近岸的防御 都要依靠常规的潜艇 而且这个不是数量少 因为它是东西两个舰队 那么都需要常规潜艇来维护 特别是它跟银居巴基斯坦的关系 并不很好 那么巴基斯坦的现在呢 也要发展常规动力的潜艇 所以它必须要用常规动力的潜艇 去制衡巴基斯坦的这个潜艇部队 那么它必须还要发展一部分常规潜艇 而它的常规潜艇呢 现在又比较老旧 而且是从多个国家引进的 所以它发展常规潜艇上 必须要建立在 就是自己建造的基础上 因为它毕竟这样从外面买啊 它的这个负担太重了 它希望通过就是引进 消化这种途径 来提高自己本国的这种国防建造能力 或者是说它的造潜艇造船的能力 所以印度的海军战略 确定了它 必须同时拥有核潜艇和常规潜艇 所以这两种潜艇 对于印度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而且我们说近些年来 我们看到印度有关于潜艇的发展 是下来血本的 一个又一个项目接连下 那么为什么对于潜艇的发展 印度会这么重视 首先说呢 这个印度它的这个周边啊 就是喜马拉雅山挡着 没有强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继承的是英国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靠缓冲区 它希望建立缓冲区 那么这个希望呢 把自己处于一个极端安全的地位 那么它能够 比如说卡脖子的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安达曼群岛对着马流甲 对吧 这个地方它控制着这个岛 然后呢 用潜国线舰艇掐着脖子 那他就觉得自己很安全了 因为印度还是想控制印度洋的 毕竟这个印度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 那么如果印度控制了印度洋 它确实在南亚这个大国的地位就可以大大的增强 那么作为自己 它想入常啊 拥合入常 这是印度所希望的 然后再形成一个 在控制印度洋的能力之后 它就可以进入到世界大国这个地位 这是印度的一种战略企图 那么具体到这件事上来讲 也就是说发展潜艇 实际上是发展自己海军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为自己控制印度洋 就有了很好的作战的平台 所以发展潜艇的这件事 应该是和它的这种整个的海军战略 或者是想控制印度洋的这种战略 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确实印度希望通过各种途径 来增强自己的海上影响力 而前段时间在一个特殊海域的一次演习 也恰好印证了这一说法 2014年7月24日 英美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拉开了帷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军演不仅在参与人员上有了重大改变 甚至在选址上也有了全新的突破 而这两个重大决策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 日本 美日印军演搅动亚太 三国间频繁的军事互动背后 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 那么你跑到孟加拉湾去干什么去了 你不是打击海盗去了 你是军事的这种演习啊 莫迪按下印美关系重启舰 表面亲密的背后是否真的能够兵事前嫌 莫迪呢 虽然他非常愿意和美国友好 但是必须美国先给他这个面子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日本武器出口突飞猛进 印度轮风相邀却为何遭遇冷遇 可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陪跑的 USR订单箭在弦上 苍龙腰标接踵而至 印日不断加强军贸合作的背后 是否并有玄机 潜艇呢属于是基本上相当于秘密武器 非铁杆盟友是不能卖的 美印军演一试日本海 神秘成员的到来 又将为该海域带来怎样的名争暗斗 你是军事的这种演习啊 那就你的这种 就是自卫队的进攻能力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莫迪询报奥巴马 两人频繁秀恩爱的背后 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也是印度长期做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他嘴上说的跟行动是两回事 沙场推出 一厢情愿的美日印同盟正在播出 2005年 莫迪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 美国禁止入境的名单上 而十年之后的今天 莫巴马则成为了 印度媒体上最新流行词 这一转变被认为是 印美关系进入甜蜜期的重要标志 而事实上 印度和美国一直都保持着军事上的密切往来 除今年年初 两国推出的联合亚太战略构想以外 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 也是两国保持合作的重要标志 而在2014年这场军演当中 外界敏锐地注意到了此次军演的变化 印度不仅主动邀请了日本参与 还与美国一起将此次军演从以往的孟加拉湾 先至太平洋的日本海域 那么美印此次军演拉日本入火 就将透露出何种讯息 印度与美国频繁秀恩爱的背后 又是否另有远期 2014年1月 日本受邀参加马拉巴尔军演 这是美国和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传统双边军演 2009年 日本曾受邀参与过该项军演 之后 美印两国未再邀请第三国参加 直到五年之后 日本再度受到印度的邀请 据了解 军演将于当月29日结束 在此期间 三国将展开反潜作战 防空作战 搜救等血练 其中 美国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和六艘导弹驱逐舰 印度派出了包括导弹驱逐舰在内的三艘军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了两艘护卫舰 此外 还将派出P-3C巡逻机和水陆两极飞机US-2 印度媒体表示 此次军演意在强化美印日三国的协作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军演 印度不仅在年初主动邀请日本参加 还同美国一起 将该军演的地址 从原来的孟加拉湾 移尸太平洋日本海域举行 这一转变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分析 深知有分析认为 印度正试图通过不断加深 与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逐步将其海上影响力 从印度洋扩展至太平洋地区 我们看到这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演 往往都是在孟加拉湾里举行 但是这次却移尸到日本海域 我们如何去理解印度这样一个举动 这个举动说明这个演习 这几个参加国都想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 有这种需求 但是这个演习如果放在往常的孟加拉湾 就非常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国里有日本 日本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是应该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 那么你跑到孟加拉湾去干什么去了 你不是打击海盗去了 你是军事的这种演习 那就你的这种自卫队的进攻能力 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所以那么又要进行这样的演习 也就是日本要参加 那你只能把这个演习的地域 改到日本的家门口去 因为你改到自己的家门口 才能说明你的这种专守防卫的政策 才能不矛盾 不然的话 那其他的国家或者周边的这些国家 都要对他进行指责 那么从去年的军演的邀请 到今年我们看到 他其实对于苍龙很想进口这样的一个举动 似乎印度对于日本格外的感兴趣 我们怎么去理解印度这样的一个态度 首先说印度对日本的需求 第一是技术 第二是资金 那么第三还有可能是牵制中国的这么个意图 但是印度的行为 其实是很难用正常的逻辑去理解的 因为印度的历史超级复杂 就是说如果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的话 印度人做事愿意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做复杂了 因为他的目的是掩盖自己的软弱 就是说他很多事情他做不来 另外他必须他是选举政治 他必须要做很多的炫的事情 就是让选民看到 就是说印度海军出去了 对吧 去演习了 他的影响力已经扩下到太平洋了 很了不起的 但是实际上他做非常复杂的这种安排 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国产化能力长期达不到目标 中国和印度都和前苏联有过一段友好的时期 但是我们很快就学会了造潜艇 对吧 我们就自己一代两代都这么造起来了 但是印度还是在买 甚至在核潜艇还是租 我们核潜艇早就70年代 我们就造出来 对吧 这种能力的差 实际上全中国在真正研究印度的人 最早研究明白的人是唐僧 就是印度历史上有一个特别有名 世界最长的史诗 罗摩 史诗啊 别人都看不懂 只有唐僧有两句话就说明白了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魔王把皇后抢走了 国王又把皇后抢回来了 就这么两个事 但是为什么要写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呢 是因为这个国王他把皇后抢回来的时候吧 他对这个皇后心里不满意 因为他被魔鬼抢走过 所以他用后边很多时间他虐待这个皇后 不就是说你不爽吗 你直说呀 不 他要做很多复杂的事情 所以印度在军售上 你看到云山互照 一会儿要签这个 一会儿要拉那个 要什么 实际上他的问题就在于 他自己不行啊 对不对 你自己不能造啊 所以从历史说到现在 我们看到确实在这些 一笔一笔的军部订单当中 也能看到印度的一些小算盘 他也希望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近日的举动 也格外的让人打跌眼睛 2015年1月25日上午10时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开启了 担任总统以来 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 当美国空军一号专机 飞抵新德里 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时 印度总理莫迪 已经在寒冷的冬日早晨 等候多时了 而奥巴马刚一下飞机 莫迪就以雄暴相迎 给了奥巴马一个火热的开场 据了解 莫迪此举无疑打破了印度以往的传统礼节 按规定 外国领导人来访时 印度总统府会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 而总理一般是不会亲自去机场接机的 更不用说此番夺人眼球的亲密接触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两国领导人为了恢复关系 而按下的重启件 然而有分析认为 尽管两人在媒体面前展示出了非凡的外交手段 但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 两人这种关系能否转为政治红利 还有待关往 我们说印度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但最近做出了一个比较反常的举动 可以说印度的总理莫迪是亲自到机场 给奥巴马一个拥抱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秀恩爱的行为 外界有很多猜测 李老师您怎么看 当然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个人恩怨的 美国政府曾经对他进行过个人的制裁 所以莫迪虽然他非常愿意和美国友好 但是必须美国先给他这个面子 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莫迪的制裁 所以奥巴马很实相 就是说这个制裁先解除了 以前制裁你是不对的 那么莫迪马上就接上去 就拥抱美国 因为这也是印度长期做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他嘴上说的跟行动是两回事 但是他又不肯改口 比如说不结盟 印度自称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 就他长期以来一直顶着光环 但是在历史上 他从来不拒绝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军事援助 但是他绝对嘴上他不能承认说 我跟美国有盟约 就是他的行动和他的这个宣誓 它是两件事 而且如果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看到印度一方面向日本提出了军贸邀请 另一方面又拥抱美国总统 那么从这种种迹象当中 我们能不能推断 印度希望参与到美日同盟当中 他是在大国之间走平衡 我们不能认为他距离美国的距离近一些 就说明他要解除这种不结盟的政策 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这个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但是他在走平衡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平衡 也就是在某些问题上 他是要倾向美国的 要按美国的意图去办 因为他要从美国获得利益 因为包括他的武器装备 也从美国购买了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 他敢去拥抱美国撇开俄罗斯吗 比如说现在美国拉着日本这些国家 包括西方的国家都在制裁俄罗斯 但是印度敢参与到这个同盟里面吗 他显然不敢 所以他在大国的平衡外交中 可能会显现出 或者是在一段时间显现出 对某些国家的更为亲近 但是他一定不会站到某一个结盟里面 像比如说美国和北约这样 形成一个军事同盟 或者是美日这样 形成一个军事的结盟 而他一定要走好自己的钢丝 才能使印度的路走下去 如果他不走这条路 就是不走不结盟的路 那么对印度政府来说 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印度的人民可能也不会干 近年来 印度的不结盟思想 受到莫迪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挑战 在告别意识形态夸夸其谈的同时 莫迪正在放开手脚 与所有主要的全球大国 展开推薪致富的交往 从成为日本首个转为民营国防装备的大满家 到近期与美国频繁秀恩爱 无一不展现出其日渐活跃的外交手段 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背后 印度究竟要走向何方 让我们事物以待 北极熊装备千里眼 俄罗斯空军迎来新成员 A100预警机到底有何特殊本领 俄罗斯战机决战高加索 俄罗斯尼之战上演不朽传奇 然而声名赫赫的A50预警机 却为何遭到士兵们的厌恶 美国盟友联手俄罗斯 强力雷达搭配优秀战机 A100诞生的背后 还藏有哪些显为人知的秘密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